在這一屆政府 我們對於有志於繼續升學的同學 都是做了不少的政策措施 所以在接下來這個學年 就是2021到2022的學年 我們將會有全日製精果核准的專上課程的學額 全部是足夠去滿足到有志升學的中學畢業生 我們的學額是有48,600個 而符合會升學的考生大概都是4萬多人 所以每一位同學都會按照自己的成績 自己的愛好 還有自己希望未來做什麼 可以找到他們適合的課程 當然內地升學也是一個途徑 今天由國家教育保支持香港的中學民憑的畢業生 免內地的聯招 即所謂的高考 可以直接申請進入的內地的院校已經高達127間 而且大部分都是內地頂尖的學校 我在這裡一方面為每一位中學畢業生打氣 也希望他們以一個相對平常心 樂觀的態度面對明天放榜日的結果 了